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得到了李高楼还活着的消息之后啊 松岛清风立马尝试拨通李高楼电话 然后电话真的接通了 他那种惊喜啊 一于言表 李高楼轻声说了一句 没事了 谢谢啊 李高楼话锋一转 跟着问 你最近情况怎么样 松岛向北有没有动手啊 这件事他可之前答应了松岛清风要帮忙 而且按照他之前的预计啊 这时候松岛向北应该已经安耐不住要动手了 听到李高楼重新提及了自己哥哥的事 松岛清风也变得严肃起来 家族里已经有六名元老出现了意外 就在这几天 对于李高楼松岛清风完全信任 也是他现在能够重新夺回家族控制权最大的仪仗 正因如此啊 所以松岛清风把最近发生的事跟李高楼的详细说了一遍 小李同学听得非常认真 还是那原因呢 之前他答应过松岛清风帮他解决家族内部的事啊 那现在当然要履行承诺 二独跟田小花可不会去打扰他们 田小花巴不得李高楼因为别的事 要把自己送回国的事给忘了 突然呢 松岛清风旁边的保镖低声说了一句 小姐 有人跟踪我们 他的这话让松岛清风立马变得紧张 这段时间以来 松岛向北呢 完全是丧心病狂啊 所以 松岛清风也非常危险 如果不是啊 今天有一场非常重要的活动 需要他参加 他根本就不会出来 但是现在看来 松岛向北可能等这机会要动手了 电话这头的李高楼可是听见了 有人跟踪你们 同时 他询问的时候已经翻开生死簿 现在的松岛清风的确挺危险 随时面对的 可能是来自于松岛向北的死亡危险 结果在生死簿上 看了一眼之后 李高楼的神色凝重 所谓的跟踪 哪有那么简单呢 松岛向北已经打算对松岛清风动手 而且就是现在 也没时间多跟松岛清风解释什么 李高楼马上说 你听好 从现在开始绝对不能挂电话 所有前进的路线 听我的命令 明白吗 李高楼现在的确非常紧张 死局这东西实在充满着 不确定的动静和因素 尤其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随时可能会有一些意外发生 而这些意外 就跟李高楼的参与是一样的 本来挺好的事 充满变数 但是松岛清风很有可能会死 所以绝对不能有任何马虎 松岛清风感受到李高楼声音之中的认真 我知道了 我该怎么做 同时他把自己的手机扩音打开 想让自己的司机和保镖都能听到 柳条口 那就是他们打算对你动手的地方 所以现在开始 你们的车想尽一切办法远离柳条口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司机和松岛清风他们脸色齐齐一变呢 因为他们现在距柳条口只有一条街的距离 按照他们现在的行进速度 五分钟之后就会到达 如果没有李高楼这个电话 那想想让人后背觉着发麻呀 车到了柳条口之后会面临什么呢 紧急之下 松岛清风旁边那保镖反应倒是挺快 前边那条巷子直接拐进去 司机也没任何犹豫 突然加速拐进了前边的巷子 立刻 这件事以不同的消息形式 传达给了外面不同的人 目标改变方向进入无名项 目标改变方向 请求指示 九号区域发生意外 目标改变了原军路线 最终所有的消息 还是汇总到总指挥松岛向北这边 此时的松岛向北 闲适的坐在椅子上 突然改变了方向 有点意思 我这妹妹是察觉到什么了吗 今天的任务是她布置的最为重要的任务 只要松岛清风死了 所有的麻烦事都会迎刃而解 同时她自己也可以理所应当的 拿回自己的位置和利益 正是如此 所以松岛向北一直都非常认真的关注着 本来只要松岛清风的车 到了柳条口 自己安排好的人手会立马动手 可以说不会有任何意外 五分钟之后松岛清风就会横死街头 但是现在 似乎故事开始有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或者说 好像松岛清风的那辆车一样 走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最后松岛向北重新做出指示 继续跟着她 派出我们的车队 一定要让她重新回到柳条口 如果没办法让她回来 直接开枪击杀 总之明年的今天 我要祭奠我妹妹 她的人也跟着动了起来 车子开始马上从前边的路线上 对松岛清风进行拦截 这是一场冰冷的杀戮 或者说是一场狩猎 就这样 眼看着松岛清风 他们刚刚从巷子里出来 打算去左边另外一条路 远离六条口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就在他们前边 一辆货车不知道什么原因 横在了路上 这回可是把松岛清风 他们前进的路线 结结实实挡住了 乱七八糟的车 瞬间就开始拥堵 李高楼这边 一直关注着松岛清风他们的状况 知道了这样的事之后 马上说走 还是那句话 任何意外可能随时发生 那辆货车绝对不是无缘无故出现 所以杀手很可能会选择直接动手 那松岛清风就危险了 松岛清风这边的司机 听到李高楼的声音 直接掉头 顾不得可能会引起什么混乱 擦着另外一辆车 直接从这离开了 如果他再稍稍慢上一些的话 很可能就会被堵在这 根本没法使力 他们从这个位置刚离开 距离柳条口的位置 可就更近一些了 尤其是前边的十字路口 居然又有几辆货车发生了碰撞 然后拦了路了 松岛清风他们的车又停下了 这回松岛清风算是彻底明白了 松岛向北今天是想杀了他 而且非常坚决 否则绝不会有这种场面 毫无疑问 他已是铁了心了 前面那路口发生了车祸 几辆大车又把路口堵了 只有去往柳条口的方向 调整好情绪 松岛清风打起全部精神 他已然明白了 自己只要稍微有点马虎 今天就没命了 掉头 柳条口旁边有一条正在施工的路 从那边冲过去 我会尽量跟你们会合 听到松岛清风这句话时 李高楼重新安排好了后边的行动 小李同学现在也铁了心 一定要保证松岛清风的安全 所以一直在生死部上寻求办法 车子里边的所有人 听到李高楼这句话的时候 眼中出现了袭击 往柳条口的方向 松岛清风跟司机说话的同时 司机已经开车冲出去了 拥堵的路面上好几辆车发生了呱擦 却已然是顾不得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能活下去 马上消息重新传递 一切正常 他们的车正往柳条口方向赶去 还有三分钟 他们会到达柳条口 松岛向北安排好的杀手 开始重新部署 做好准备 还是那间办公室 松岛向北这次嘴角露出微笑 我的妹妹 这样就没办法了吗 如此的能力 又如何统领整个松岛家族呢 自言自语似的嘟弄了一句 他往后靠了靠 再有几分钟 他一直期待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同时他所有的梦想都会实现 只要解决掉这个绊脚石就好了 松岛清风这边 当然不知道自己哥哥 多期待他横死街头啊 就在车子里的气息 紧张要爆的时候 他们看着距离柳条口越来越近呢 然后突然一个保镖喊了起来 那边在那边 随着他的这句话 车里的所有人朝那个方向看去 看到之后同样变得惊喜 没错 跟李高楼说的一样 那边的确有一条路正在施工 有一个警示牌还立在那 李高楼这边 车子正在路上骑驰着 同时他跟松岛清风说 注意一辆红色的卡车 车牌号是 按照他从生死部上得到的消息 松岛清风的死结应该是这辆红色的卡车 所以反噬什么的李高楼也顾不上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让他活下来 因此马上将这辆红色卡车的信息全部讲了出来 他这句话刚说完 刚好在松岛清风道路尽头看到了那辆红色的卡车 只觉得心跳加速 那种感觉好像自己看到了即将要带自己走的死神一样 而那个司机也是满头大汗 尤其隐约之间那辆卡车似乎开始加速 而且是朝着他们的方向 不过很是幸运的 就在跟卡车相遇之前 随着松岛清风司机的提速 这辆黑色的轿车率先到达了那个施工的路口 然后直接一把方向 跟着车子转开警示牌 而冲进了那个路口 这一下也将周围不少的车子和行人都给惊到了 势气突然 的确让人非常惊讶 不过松岛向北这边的人立马紧张起来了 本来一切看上去非常顺利 突然之间车怎么拐了 让人琢磨不透啊 松岛向北啊 本来一颗心已经放到肚子里 这一回也变得是极度的愤怒和焦急 追上去 在前边路口想办法拦截他 绝对不能让他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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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